《审史观》是1992年的喜剧电影 由周星驰、梅艳芳联合主演杜琪峰指导 讲述了清朝著名壮师宋思杰的故事 清朝年间,宋思杰号称广州第一壮师 金牙大壮 刚开始,他唯利是图 为了赚钱,经常昧着良心颠倒是非 帮恶人洗刷罪名,坑害无辜 因为这样,他遭到了上天惩罚 妻子先后怀上多个儿子,但个个都养不大 为了避免绝后,宋夫人逼着宋思杰封闭 不再帮坏人做事 宋思杰心里有一百个不起愿 但架不住内部压力,只好举办了封闭仪式 退隐江湖之后,他开了一间客栈 过着平淡的日子 但他不赖寂寞,时常感到无聊 有一天,宋夫人巧遇孕妇杨氏 得知其丈夫被大伯姚田氏夫妇毒死 但因为官官香味,无法申冤 杨氏的二哥,私下里将妹妹卖给侠侍杨青 事情败露后逃走 失足掉下山崖而死 杨青巧遇八府寻案 得到他的责善信物 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犯 由于杨氏被哥哥遗弃,无家可归 善良的宋夫人将他收留在府里 并让宋世杰帮他打官司 宋世杰以以金封笔为理由,一口拒绝 宋夫人气劳之下,将他化成女装 讽刺他不像男人,没有担当 他自己写了一份状纸,上堂为杨氏申冤 却被广州之县和汝大羞辱 判了假刑,被打伤了脸 宋世杰护妻心切,决定重出江湖 为杨氏打官司 他在公堂上用犀利的言辞 逼得和汝大下令去山西提审嫌疑犯 姚大的妻子是山西布政师的妹妹 山西布政师为了救妹妹 派人给和汝大送来密信和钱财 和夫人收下黑钱,和汝大公报私仇 趁机将宋世杰打下监狱 辖士杨青到大牢里探望宋世杰 说了八府巡案的关系 宋世杰写下官官相味的血书 让杨青去找八府巡案民冤 八府巡案决定重审案件 宋世杰在宋夫人的精彩配合下 靠着智慧和口才 揭穿了和汝大和山西布政师之间的腐败交易 将杀人凶手神之以法 帮杨氏要毁了公道 这一次 宋世杰为了正义重出江湖 上天让他善有善报 拥有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 宋世观 袁轩选决的时候 是让周润发当男主 郑玉林当女主 但由于荡气问题 他俩双双错过 于是心也简陋 梅艳芳受益 成就了这部名片 这部影片受到香港观众的热捧 大卖五千零二十一万 是1992年的港片第一名 创造了新的票房记录 并且成为整个90年代 来自整个20世纪 唯一一部票房 超过五千万的港片 他还帮心也 拿到了影坛生涯中 第一个影地 也就是第37届 亚太影展的最佳男主角 宋世观是一部喜剧 但不是肤浅的喜剧 他效忠带泪 刻画了官场的百态 是心也电影中 最有泪涵 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 今天 我们来盘点电影里 最经典 最搞笑的13个名场面 第一 随时提督儿子的狗 咬了人 反而诬陷被咬的人 想要勒索 宋世杰看不惯 指挥仆人阿福扮成狗 咬恶少的屁股 给了他一个教训 第二 富二代陈大文 打死了张小士 宋世杰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以三寸不烂之舍 帮陈大文打官司 胜诉之后 怕良心过不去 忍不住留下了两行热泪 第三 宋夫人让宋世杰封闭 她内心不愿意 让阿福拘断梯子 企图搅黄封闭一事 被宋夫人发现后 用一笼青蛙 将宋世杰逼到梯子顶上 最终成功封闭 第四 宋夫人同情扬次 让宋世杰重出江湖 帮她洗刷冤情 宋世杰不愿意 宋夫人趁她睡着 将她打扮成女人 讽刺她不像男人 没有担当 见死不够 都不是男人来的 你不是男人 好 我是女人 天使 谁 谁是谁 谁 谁 谁搞成我 这么狂样 第五 宋世杰不愿意 帮杨氏打官时 宋夫人只好去告官 大致不识的她 写的告状信里 出现了大量的交叉和圆圈 让人哭笑不得 第六 宋夫人出于好心 收留了无家可归的杨氏 杨氏将挤出的奶放在一边 宋世杰以为是杏仁茶 将奶喝下 后来杨秀珍请她喝真正的杏仁茶 宋世杰以为是人奶 盯着杨秀珍的胸 惊呼道 连杏仁茶你都能磨得出来 第七 宋世杰比夫人矮 出于自卑心理 特意穿上夸张的真高鞋 在夫人面前晃游 宋夫人安慰她 说 你在我心目中是最高的 宋世杰将头靠在夫人的胸上 说 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大的 话刚说完 身材夸张的奶妈 一蹦一跳的就过来了 第八 宋世杰进房偷山西不正师手下的密信 无意中发现这两人是同性恋 包袱里放了好几张暧昧的东西 香蕉 黄瓜 胡萝卜 还有榴莲 让她惊呆了 第九 宋世杰以无与伦比的口才 将广州支县和鲁大羞辱了一番 还专门讽刺道 关 这就是所谓的关 第十 何儒大为了报复 在公堂上让人仗打宋世杰 还将她关进监狱 多亏她装风扮傻 才顺利脱险 重获自由 走两步给本官看一下 你拍两个手掌给我看一下 他真的疼了 玩意在吗 你究竟是谁 干什么调转的 同人说话 这么没礼貌 宋世杰 今天你将这个数码分开四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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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疼了 第十一 八复巡案主持 重审杨氏一案 宋世杰和宋夫人绝妙配合 从何夫人口中 套出了收取五千两贿赂的真相 十二 公堂上 宋世杰亮出证据 逼官员们宣读行贿密信 何儒大不敢读 假装东西掉在地上 一遍又一遍地捡起来 十三 宋世杰打赢官司后 以八复巡案为首的官员们 为了治保 争相讨好他 在他面前 低微的像狗一样 遭到了宋世杰的鄙视和嘲讽 何先生 你站到这么高 我怎么能听到你说话 本官 喂喂喂 你想说话 就快给了 以上这十三个宋世观的搞笑片段 你觉得哪个最经典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欢迎订阅 嘿嘿嘿årt 感谢观看